阿爷和二伯父明日里开始招村里的乡亲们,开始上山拔草开荒。 这件事情,最好要李正爷爷来负责。 也知道了,一会儿吃完饭就去找李正。 工钱就一天十个铜板,每天一结,不管饭时。 不要担心花钱,等山上种上果树都结了果子的时候,在整个水月国都是独一份的。 所以,这开荒的速度,越快越好。 阿奶,平日里要多换几大箱子铜板,不然要每次跑,太累了。 乖宝放心吧,明日一早奶就去钱庄。 那就辛苦阿奶了,大伯母,二伯母,还有娘,你们就在家中保障后勤工作,每日收工时,帮忙发发工钱。 家中不需要留这么些人吧,我就上山一起干活吧。 我跟你二伯父一起上山做事,让爹娘在家休息。 三弟媳妇就在家帮忙做做饭,最近就辛苦你了。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脆弱,只是你们以为而已。 四话一出,就见大家一副不确定的眼神看着自己。 近几年条件好了很多,每次吃饭的时候也是正常饭量,也没有见碗娘长胖。 还是那盈盈一卧的细腰,一点都不像是生过两个孩子的母亲。 老三媳妇,你跟二嫂讲句实话,肚子上有一道一道的纹路吗? 二嫂,什么纹路? 还是和以前一样啊。 是和成婚前一样吗? 嗯,没有二嫂说的纹路。 当时婆媳三人心里都要变成柠檬了,酸得很。 看他皆是一副好事情都给你占了的模样。 哎,老大家和老二家的也在家里帮忙。 等吃饭时,去给你爹还有老二送饭。 老三家的十字,等乡亲们来领供钱的时候啊,记好名字,我负责分铜板。 于老头和于婉音都觉得这样不错,赞同的顶顶头。 主子们是不是忘记我们了? 若是三夫人做饭,我们也上山。 阿奶,您这是还没从之前的生活里出来,整日里想到做饭的事情? 真是,活了大半辈子啊,都是自己做事情。 这脑子呀,总是会忘记家里如今不一样了。